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之所以被称之为海妖,是因为他空灵的嗓音绝美的吟唱,甚至不用歌词指啊的吟唱,也让人听起来就很美了。 他的声音有女生的音高和温情,也有男生的音质和力量。 高小松老师曾经说过,周深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是乐坛无人可取代的,它是介于女生和童生之间的魔音。 独成一派的话,那就是乐坛上面所说的稀有的仙音,非常纯净,非常美。 而他的歌呢,几乎都是自己给自己合声,绝美的音色,加上海妖式的音唱,时不时的再来一段花腔,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的享受。 他是一个深情的天类歌者,周深代表作《大鱼》是《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从这首歌发布到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不但没有被大众所遗忘,反而被广泛传唱,很多明星歌手还翻唱过。 周深在这首歌里从开始的低音浅唱,最后娓娓道来,到最后的感情爆发,感情层次丰富,音色空灵动人。 再加上歌曲结尾处的《美声吟唱》,成就了一首别人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 本以为这首歌已经是最好的版本,但是今年在歌手的舞台之上,周深用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大鱼》不但长大了,而且还会飞了。 它用完美的舞台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成长。 《白蛇缘起》也是周深很棒的作品,刚开始的演唱《会生空间》,每一场都会唱这首歌,特别是开头儿的吟唱,真是开口贵啊。 然而仿佛是置身于白蛇青蛇的那种仙境,让听者对于其中的故事充满着想象和期待。 甚至听了他的歌,让听者能够走进影院看自己本来不想看的影片,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周深的歌确实为电影本身加分了不少, 他的歌的声音让人觉得仿佛是夏天临间的凉风,也像是冬天里温暖的阳光,纯净的更像是绝白的雪, 又丝丝如寇的歌声触及你的内心,驱赶你的烦恼,洗鼻心灵。 周深不管是在《善与人心》,我们的歌还是在今年的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之上,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好听的作品,每首歌都让小黑好喜欢,要说最喜欢的还真的不太好选了。 《Memory》《达拉崩巴》《那片海》都是无数次单曲循环的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听听看,相信你不会失望的。 唱歌这么好听的周深,生活里却是一个没有偶像包袱的大男孩, 真实而不做作,是个段子手,也是个被歌手耽误的搞笑艺人。 我们来扒一扒周深的搞笑名场面吧。 有一次周深和粉丝玩《你来比划我来猜》的游戏, 粉丝猜歌名的时候,他竟然当场全身倒地,浮浮前进, 用自己的身体比喻为蛇,连主持人都惊叹不已。 当猜到成语喋叠不休的时候,他口肉悬河,一直说了好几分钟, 当粉丝说自己故意的,周深就翻白眼,当场飞起了一脚, 场面你自己补充哈。 刘童在直播间说让周深唱大鱼,而当时的周深正在超市, 刘童就开玩笑式的让周深走到卖鱼的那里唱大鱼, 这孩子竟然还真的在超市唱起了大鱼,唱完的时候还说好尴尬哦, 有大爷大妈在看他。 周深说自己一直都想要做个偶像歌手,可是他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他会学猪教,而且是在节目里,说到模仿他毫不顾忌地学起了猪教, 为此他还登上了热搜,让很多人知道唱大鱼的周深原来还可以学猪教。 周深有个愿望,那就是长高,而他呢也总调侃自己的身高, 在微博里面分享自己的快递取物贵取包裹的时候的视频, 踮起了脚,连着跳了好几次才把包裹给取到了, 还来了个总结,说功夫不肅有心人。 在之前威亚感恩节节目里,沈灵提议让大家摆拍一个最丑的表情, 这个时候呢小兵观察了一下,沈灵狡猾地摆出了一个最帅的pose, 还戴抛媚眼的,身旁的威亚呢也只是象征性地摆了一下, 而周深呢就真的摆出了一个自己认为最丑的表情, 等他回过头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骗了, 您是我那么尊敬的前辈,没想到今年那一刻, 他毫无顾忌地发出了猪教。 深深在丽儿的直播间呢也同样发出了搞笑的场面, 丽儿选择了几条粉丝的留言, 其中一条是,什么时候才能够批量生产深深啊, 人手一只啊,深深做出了回应,说首先呢我们人类都是用一个来形容的, 不是一只,好想rap周深,你rap不到, 啊,喜欢周深怼我的样子, 这个小机灵鬼说,我怼你的时候呢你就只看不到我的留言, 也看不到我的脸,周深在哪里哪里就会笑声不断, 又鲜又沙雕,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啊, 周深在自己的微博下面和粉丝互怼, 有时候呢粉丝表白太疯狂了,他就在下面大喊, 兄弟们,祖籍手准备,然后下面就来了一号,二号,三号, 等等多名足迹手已经报告,准备就绪, 然后就会有人说,大哥,目标已击中,台起拖走, 东方凤云榜的后台采访主持人问周深最想要对粉丝说什么, 他扯着嗓子大喊,少管我, 他有趣的模仿粉丝应援时候的呐喊, 学上海扫地的阿姨说话,而且还学着超像, 这么个搞笑的沙雕艺人,很难让人把这么幽默搞笑的他 和站在台上那个安静的唱抒情歌曲的人联系在一起, 是同一个人啊,周深不但歌唱的好听, 而且还有梗,是个幽默的段子手, 这样搞笑的名场面真的是太多了, 想要知道的宝宝可以去挖矿哈, 据说有些人一挖矿就会到天亮的, 挖矿归挖矿还是要优着点, 毕竟头发也是很重要的嘛, 现在的周深粉丝已经有500多万了, 但是每个粉丝都是他唱歌唱出来的, 粉丝们非常活跃,他发一条动态, 几秒的时间评论就几千了, 现在几乎每条博文下面都有10万条左右的评论, 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给粉丝的承诺, 那就是回前50条,虽然难度很大, 但他依然在坚持, 每次都回复前50条, 和粉丝在线互相作诗互怼, 很是欢乐,成功的路上能够持之以恒, 不忘初心,真是实力充分呀, 他每年的生日就是全体粉丝的狂欢日, 他再忙再累都会如约的给粉丝送上福利, 在线直播三个小时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 每次都说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咯, 可是再看看直播回放的进度条,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声, 信了个鬼,那么丑粉的他怎么可能早挂线呢, 除了生日,其他的很多节日他都会暖心的送上福利, 录歌给大家听, 他会让听者感觉到歌手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直在用歌声温暖的陪伴着我们, 现场应援的粉丝他只要是有时间都会很认真的为每一个人签名, 有一次看到被工作人员拉走了, 他手上还在签名, 为了多和粉丝说话, 他上车之前倒退着走, 直到上车挥手和粉丝再见, 粉丝给他过生日, 他暖心的就亲自给每一个人切蛋糕, 他的言语力挤的行为也影响了自己的粉丝, 还记得上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啊, 周深没出场的时候和即将出场的时候, 还有中间的剑奏时间粉丝都会呐喊, 助阵加油,疯狂表白自己的偶像, 可是他一开口呢, 全场马上安静的鸦雀无声, 这种情况是在其他歌手的演唱会上看不到的, 真的是让小编很震惊, 周深第一次开演唱会, 深空间的时候, 当唱到大鱼的时候呢, 他几次感动露泪, 当他流泪几度哽咽的时候, 粉丝们就很默契的接着唱下去, 而他转过身擦了眼泪, 又转回舞台和粉丝们一起完成这首感动的大鱼, 他还说, 做他的粉丝真的不容易, 还要帮着唱歌, 每次节目不管是夸奖还是批评, 他都是90度鞠躬之谢, 他每次也都会提醒大家, 把自己的生活给照顾好, 在自己快乐的基础之上再来支持他, 每次应援, 每次演唱会他都会多次90度鞠躬之谢, 每次演唱会都会为粉丝准备一份独特的惊喜, 为此他还穿上了小黄人的蠻偶服, 亲自给粉丝发糖果, 结束之后他都会暖心地提醒大家, 不要丢东西,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每次获奖都不会忘记感谢自己的粉丝, 小编还看到了一张一个男孩, 穿件白色的衬衣, 在窗台前目送自己的粉丝走远, 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背影, 书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